好 政治焦点要带您来看到这场面 就是昨天国民党主席领表 那么当时前张华县长卓博元在致辞时候 连说了三次 他说朱立伦最想选总统 好 面对这样的发言 今天朱立伦走访台南时候没有多谈 其实活动也没有对外公开非常的低调 但是他的七旧高斯伯也现身大力相挺 到南部拜庙 身为台南女婿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频频走访基层 13号更是来到自己地盘 大力相挺的七旧高斯伯 曾经是台南立委 岳父高宇人则是前台南县长 通通都是台南在地要找 宣布找逐国民党主席后 朱立伦积极拉拢地方派系 举动被视为各地点将 迎来前张华县长卓博元点名 最想选总统 朱立伦最想选总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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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才说三次 主席选举领表卓博元抢头箱登记 还连呛三次 朱立伦最想选总统 朱立伦不管走访南投还是台南 通通低调必谈 我们国民党就是要深耕基层 情跑基层 我努力的做好这些所有的工作 让我们国民党基层的党员更有信心 他在领表一直在赐朱立伦最关键的核心问题 就是究竟要不要选总统 事实上朱立伦从上一次的这个做好做满 引发的争议 也把他自己陷入一个圈圈 卓博元加码要求 又朱立伦说清楚 不选2024总统 在针对2016违背的誓言 向大众道歉 如果朱立伦做得到 想必会得到更多尊敬 各阵营针锋相对 但魁选举已经飘出浓厚 言稍未 记者综合报道